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年中华民国和盟邦合作终结二战也成就民主发展 展望未来 等国有期望台湾和欧盟能尽速展开投资协商 日前马英九总统和欧洲议会友台小组举行视讯会议 马总统在会议上表示 欧洲经验给他许多推动两岸关系的启发 也期盼台欧盟能继续深化伙伴关系 比利时前总理 现任国务部长艾斯肯斯 对马总统真诚的态度印象深刻 除了台欧盟双边投资协定 大使进一步期盼台欧盟能在气候变迁 促进性别平等以及网络安全方面强化合作关系